大家好,我是安慧,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今天我要分享的是牛油火锅底料 这样做出来的牛油火锅是外面吃不到的味道 新香无比 美味绝伦 快来试试吧 四川朋友教我这样做的牛油火锅底料 煮出来的火锅不是一般的香 我们现在来准备配料 大蒜拍扁 姜切片 小米辣切圈 葱切碎 葱的叶子和葱白分开 香菜的根留着 我们一会儿就买熬油,特别香 跟葱头放在一起 香菜的梗切成小段 叶子用来调脏料 来切碎 材料都准备好之后,我们现在开始烹饪 锅中加入牛油 开小火来慢熬 早上买牛肉的时候 给老板要了一点牛油 这个牛油是他送的 一会儿用来煮火锅的汤 放在汤底里煮出来的火锅会更香更好吃 这些牛油特别好 我是看它取出来的 它是从牛排骨边上取出来的 特别的好 这些牛油特别的牛油特别的 一会儿用来打火锅 我们把乌贼处理一下 用一个小剪刀 把乌贼的骨骼取出来 它的嘴巴也把它挤出来 洗干净 眼睛把它剪开 里面的墨汁把它洗下 把眼珠子把它挤出来 肚子里面也清洗干净 这个是它的墨脑 把它拔掉 它的胃也把它取出来 肚子里面的东西都可以把它清理掉 然后把这个小乌贼的皮把它剥掉 不剥也可以 剥掉更美观一点 平时我们去海底捞吃的那种小乌贼 就是这种小乌贼 我这种是冬海鲜鲜的 不是冷冻的 这样这种小乌贼就处理好了 装盘备用 这个小乌贼特别的鲜鲜 上面再发个绿锅 处理小乌贼特别的方便 我们只要把它剥开 里面的这个骨盒把它取出来 不要 然后呢 把它内占 全部都挖出来 这个内占都是不要的 这里有个像糕一样的东西把它切掉 这个也不是很糕 然后把它皮破掉 吃起来更加爽滑 口感很好 我把这个牙齿把它挤出来 是不要的 用剪刀把它的眼睛剪开 要剪得深一点 眼珠子挤出来 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 洗好的小乌贼全部装盘备用 好了现在牛油已经熬好了 我们把牛油的渣滤出来 滤出的油沙可以像是炒菜用 现在我们来熬火锅底料的油 先加入姜片 先加入姜片 蒜头 香菜头 再加葱头和香菜头 再加葱头和香菜头 加葱头和香菜头 用滤碗滤出来 用滤碗滤出来 现在我们来加入生料 桂皮八角 开扁的草果 香叶 干辣椒 花椒 青红 两种 加进去 炒出香味 小米辣椰加进来 太香了 现在我们来加入 脾鲜豆腐酱 两大勺 炒出酱香味 环豆酱 一勺 蚝油 两勺 白砂糖 大勺 食用盐 大勺 加入芝士片 白醋一瓶盖 煮好的酱料 我们把它打一半出来 这里面可以做两份 留一份下次再用 打一半出来之后呢 我会来加入热水 开大火煮开 汤底里面 我们再加入生抽 适量 现在的火锅底料 非常的浓郁 香味特别的脆香 自己熬了牛油 真的特别的不一样 没有 我真的可以试一下 现在我们把它关火 转到火锅中 我的热水 哥哥这个锅底是什么锅底 自己做的啊 嗯 自己弄的牛油 这小鱿鱼我今天自己剥的 还鲜鲜的 这个牛肉也是刚刚买的 本来想买雪花牛肉 结果雪花牛肉不是很白 朋友们今天天气有点冷 虽然是春天 我们今天来打边路 尝一下味道怎么样 老抽 肥牛 这个味道 比买的包装的摊底要不像的多 刚刚包装起来时间长了 我这个现煮的香味更浓郁 而且这个是牛油 我今天是跟卖牛的那个老板 他给了我一些牛油 自己现熬的牛油太香了 而且它的味道是很清香的那种 这铜铜铜铜铜很嫩 太香了 牛里鸡 今天这个牛里鸡很嫩 这个小屋子像冬后 远远的 这小屋子也很香 鲜鲜的 没有冰冻过的 火锅一定要吃的鲜鲜 老婆牙 看一下 现在天线的这个东方很嫩 奶昂奶昂 另外的这个都是天升的 山太强了 奶昂奶昂 太香了 好久没有吃这么好吃的火锅了 太好吃了 吃了全身浓了 这吃也就是 胃子都忙起来了 太香太好吃了 火锅太好了 直接放放两碗 吃吃了 胸口油 太好吃了 朋友们如果我的视频整体爆出了 麻烦按赞订阅 开启小微单 感谢你的支持 我是桑慧 我们下期再见 朋友们刚才做好的锅底料 已经冻得非常的硬实了 下次打火锅就非常方便 放进去加水 或者加高汤 再加生抽就可以了 喜欢的话你也吃起来哦 我们下期再见